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實況的是大家一起讀空氣2 那大部分訂閱者應該都是我在玩動物森友會的時候訂閱的 那其實這個頻道我也是會玩一些其他我覺得適合實況的遊戲 那我今天要玩的大家一起讀空氣之前我已經有玩過1了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回頭過去看喔 那我覺得明明玩的還蠻有趣的但點閱次數才95次 雖然玩1的時候我就有解釋過了 但我怕有人還不知道什麼是讀空氣 我這邊還是快速的解釋一下 讀空氣就是日文的空氣を読み 意思就是一個人能從空氣中微妙的變化而知道該採取什麼行動 中文來說就是長眼 那相對的空氣が読めない 不會讀空氣的人就是白目 那這個遊戲我們就是要在關卡一出現 就馬上判斷我們該做什麼動作才能避免當白目 總之就是一個測你有多白目的遊戲 那我自認我雖然是個不善交際 但還算是個很懂得看場面的社會人 那今天來玩2我也是要來證明這一點 那就來開始遊戲吧 讀空氣 這裡是可以自由地讀空氣的空間 沒有人會阻止你如何地讀空氣了 請發自內心的一個人盡情享受能夠讀空氣的夢想世界 透過移動畫面中紅色的物體來讀空氣 也可能遇到不需移動的情況 那時候請讀了空氣後再做行動 如果想終端遊戲請按下加鍵或減鍵 這部分都跟一代一樣 第一題 齁齁 新年號叫做令和 那邊會被擋到這裡 那邊會被擋到這裡對吧 馬上就有讀到空氣了 第二題 稍微移旁的一點點 沒有問題 第三題 接球接球 後面有小朋友 好吧 讓給你 高興屁 就怎樣 老婆婆要過馬路 所以呢 喔喔 我是紅綠燈 當紅綠燈也要讀空氣 我的天啊 自動臉部變是老婆婆來了 就馬上變綠燈嗎 交給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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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交給我吧 齊 不要客氣 這好像是日本的一個梗啊 台灣人可能不太知道直接在幹嘛 過程更新 這次的五個問題 巧言吝嗇 表示我超厲害了 超會讀空氣的 第六題 吃碗拉麵吧 拉麵 妳的鹽 大推薦 鹽拉麵 都在賣鹽拉麵 可是呢 我不管去哪一間拉麵店 我就是一定要先吃他們醬油拉麵 就算妳是鹽拉麵也一樣 餐點很美味 好討厭喔 我最討厭這種 不能好好吃拉麵的拉麵店 就是外面裡排一堆人 吃起來超緊張的 人家要拍照 要拍囉 趕快經過 趕快趕快趕快 這群人看起來不好惹 他們拍得很開心喔 第九題 再多一點 差不多這樣子啊 六顆 雙樹 比較開心 在搬家公司打工中 要搬 搬東西 書比較重 所以男生搬書 女生搬衣服的意思嗎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可是衣服一整箱也超重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搬哪一邊都是重啊 勉強可以 應該就是最後一題沒有讀好吧 該不會要我一個人搬兩個吧 第十一題 就分你一口吧 就這一口啦 我把精華給吃掉 其他剩下的就給你了 第十二題 第一天上學 皇帝 好的 天使 什麼鬼 殭屍 這是在點名的意思嗎 老闆 妖王 你 你 你所以是在講我嗎 為什麼其他名字都這麼帥氣 然後我就是一個你 喔 動物頻道我最愛看了 好吧 就維持這樣子啦 我就是想看動物頻道 這也是一個很好教導小朋友的一個 的一個契機喔 紅戰士 藍戰士 紅戰士是阿一嗎 紅戰士是阿一嗎 三人戰隊 阿 要準備上囉 我還先打個哈欠 壞人 就是要在那邊等他們擺好姿勢 我還沒到站 這個好難喔 好啦 我移一下 有時候你這樣移 你旁邊的人是不是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嫌棄我很臭還是怎樣 可是你就一直覺得 這個真的不好抓耶 這個空氣我不會毒 對不起 有點糟糕 會是最後一題的關係嗎 第16題 喔 RPG 我要跟著他們走的意思是嗎 糟糕 好 我緊貼著這個巫師就好了 嘿 我比你們先到 完全不聽指揮 喔 這樣 喔 這樣子 原來往旁邊移一下就有空位了 第18題 這是怎樣 我要幹嘛 這邊我可以幹嘛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這樣子好尷尬 喔 往上看 往上看 我要笑死 誰會搭電梯搭一搭然後突然往後面看著大家 超尷尬的 還請多多指教 嘅 嘍嘡嘰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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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ling 這個游標是他遊戲自己移過去的 不是我移的喔 這是我的榮幸 我們跟人交換名片的時候就要好好的看著對方的名片 這樣才有禮貌 第20題 有吧 我應該有跟著旋律有配合到吧 差搶人意 哪裡不對欸 哪裡不對欸 差搶人意 是我交換名片的時候沒有好好看著人家的名片嗎 喔 我胃痛 胃痛 胃痛為什麼是來廁所 你應該吃奇味服飾錠吧 這個意思應該是不要在別人隔壁間上大號的意思 這的確是生活中需要讀空氣的地方 差點被射到 有飛天 這不是讀不讀空氣的問題 就單純自己技術太差 喔 看一下他打密碼 他在打密碼 盯著他看 看他打什麼密碼 好尷尬 用這種桌布 放一個公仔 第20題 花粉真的季節到了 那我們就去室內吧 室外他應該難過死 槍 過頭 回頭幹嘛 差搶人意 還可以啦 沒有太差 第26題 怎麼就這個 變成鬼 要拍囉 幫他們留個紀念吧 鬼應該差不多出現在這一塊吧 這一塊是不是 突然靈異照片會出現的就是這個角落 我猜啊 所以我鬼也要讀空氣 就是在比較角落邊邊的地方露個臉 天啊 日本的三分鐘泡麵 一定要三分鐘整嗎 好難喔 這跟讀空氣有關係嗎 怎樣 喝珍奶 有這種珍珠也給我來一個 什麼鬼 有這麼會讀空氣的珍奶我也要一杯 以後就去買那一家的 好可怕 哥哥我好餓喔 賺更多錢回來 就這樣 橫跨超越極限 字太快了 我還沒讀完 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 對還是錯 我答對話他就沒飯吃了對不對 好吧 如果答對的話他們就會變成那個螢火蟲之木的結局喔 等一下 我是燈光師是不是 老師 老師 舞蹈老師 這到底什麼舞啊 有辦法一邊這樣移動然後 一邊扭動的 我要照誰 我要照誰 放在中間好了 這樣兩個人都有照到 等一下等一下 反正不要照到下面的工作人員就對了嗎 這樣應該有讀到空氣吧 出神入化 我第一次拿到這個評價耶 原來有比巧言吝嗇還要好的評價 出神入化 這是天生的品味 單靠訓練無法培養出來了 看來我沒有看走眼 哈哈哈哈 這孩子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 在這孩子面前大明星 成奇粒子眼只能幫他提鞋 哼哼哼 等不及看四年火的成果了 現在或許還只是個醜陋的剪 看總有一天會變成蝴蝶 我要一直控制幫他推眼鏡 並世界為之心碎的 美麗蝴蝶 我的直覺不會錯的 天啊 那個太陽演技也要讀空氣 三十二頂三人戰隊第二章 接著吧 我們的必殺技 這是定番 我一定要變大 然後就換他們要召喚機器人了對不對 每次都這樣演 才可以賣機器人周邊 石油王的探訪 右邊的是電動車 不行 石油王不能給他搭電動車 他會賺不到錢 三十四題 這個是我要控制嗎 為什麼突然在測量勢力了 對不起 這我看不出來是什麼 明明就是一個圈 不要騙我 第三十五題 現在正要去用轟手機 欸 你這樣子 我壓力很大算了算了 留給你們 該讀空氣的是排在後面的人不是我吧 看到前面的人在轟你應該就直接走出去啊 恰到好處 我覺得恰到好處應該才是一個最好的評價 就剛剛好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他就撞到了 這個好難喔 那個控制 他要電車出去玩 來 我們來這邊坐一下 怎麼坐 怎麼坐 我剛才鈕都有按啊 找你3201元 我應該把他放在這個 這個上面 不是喔 結果鈴錢還是掉下去了 為什麼不能放在剛才那裡 他現在是給客人放的 排好隊 然後要幹嘛 立正 然後咧 下個轉 很一致喔 下個轉 不對啊 這個是左轉吧 立正 不對吧 欸欸 老師這裡有人肚子痛 A先生感覺不是很舒服 第四十題 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 不是木頭做的 喔 原來我要控制他的鼻子 好難喔 好難喔 天啊 超過一千萬追隨者 而且他字 字好快喔 我都來不及唸 勉強可以 勉強可以 聽起來非常的勉強 很不甘願 所以怎樣 喔 勇者要來了 所以我們身為怪物是應該讓他們好好的進城的意思嗎 我這樣算有讀到空氣嗎 男朋友 跟男朋友約會 當然要去旅館愛之潮啦 誰愛在跟你咖啡廳打草人的 是怎樣 SET 有吧 有吧 這樣應該有讀到空氣吧 進煙 欸 你是誰 欸 你給我進去 你該不會想要用聖火去偷點煙吧 你們有看到右下角剛才有冒出一個人嗎 不過還蠻想點看看的 感覺超級白目的 這樣 感謝大家的大影心等候 當我說開始時 請按下按鈕 準備好了嗎 那麼就 開始 屁啦 最好旁邊四個人都不會被騙 勉強可以 我覺得最後一題就是整人而已啊 就是製作者想要整玩家而已啊 第46題 是怎樣 欸欸 等一下這個彈得 彈得好快喔 是這樣子嗎 像的意思嗎 這跟讀空氣沒有關係吧 這只是在考驗我的操作而已啊 第47題 在幹嘛 空罐子 欸 等一下 這個我在一代的時候有玩過這個啊 給我停下來 這一題在一代我玩過了欸 第48題 我是負責裝彩球的人 彩球打開時機 時機怎樣 它字太快了啦 我沒有看清楚 開始時 請按下按鈕 我這次不會被騙了 我一定要仔細看 開始 第49題 喔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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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沒有被騙吧 第49題 你在幹嘛 應該不是叫我用走的吧 不行 手伏地就是 手握扶手 站好踏街喔 哈哈 我就是懶得往前移動的那種人 真希望我有腳踏車 我會為你贏一台回來的 公路賽大挑戰 該不會我要讓你了吧 哥哥你也加油一點嘛 每次都要靠我讓 在地上怎麼有個空罐子 這個空罐子有什麼意義啊 我這樣騎過去也沒有摔倒啊 過程更新 恰到好處 這樣還不錯 有同誇 你怎麼會找到 有又有兩套 有空罐子 有三個招門